折 橫畫 細 直畫 粗 拉下來 右下角這裡非常的長 然後橫畫 橫畫 寫過去 撇 點 這個點還是有點長度 然後這個點就寫得 樹畫就寫得很短 這個又寫得很長 但很長的話講過一定要加粗細 右下角它又最粗了 折 繩 繩 繩的話這個點很飽滿 寫上去 然後因為待會神有一個深長的筆畫 所以原則上這個筆畫不會太長 因為太長的話就會搶奪待會那個深的光彩 文化 折 所以它這裡變得非常的粗 但是粗也要慢慢收攏變細 這種粗細的變化一定要習慣 然後剛才講說其他筆畫不深長 是因為這裡有一個很精彩的筆畫 深得很長 然後中間變細 然後後面又變粗 到最後有點玄珍出去 神 這個折一下 這個牛字旁 折一下 這樣就變牛了 這裡粗一點 勾起來 按上去 彈上去 然後 出到細 很快的做變化 橫畫 折 拉長 斜斜的拉長 挑起來 然後這要秤平行兼放射狀 放射狀 平行是這個線條 不要交錯的感覺 中間縮很緊 中間縫隙很緊 一波兩折三折送出 來 來的話 斜上去 點 挑 撇 過來 長 長 長 伸長 這邊不要長 這邊不要長 是因為待會有鈉 其實很多隻都早就想好了 那這裡伸長 這個皮就感覺不太長 讓它伸長就縮短 那這個縮短呢 讓這個鈉 稍微下降一點再寫 不要讓它交錯在正中間 稍微下降一點會比較好看 屎 屎的話 上面這個 中間點 這裡糊掉了 還給它寫成仿錘狀 右邊長 往內折 屎的話 上面是日 所以它會寫得比較嚴謹粗到細 這種嚴謹方硬的感覺 那左邊伸長 右邊比較太長 因為待會有鈉 其實不伸長是因為要考慮到一個邊的筆劃最好只有一個筆劃伸長 有點類似在燕不雙灰的感覺 既然這裡已經伸長了 這個伸長這個就不用太長 然後這不生長 利用不生長 然後利用這個鈉來生長 那字就有變化了 好 石 符 符的話 橫畫細 滑過來 直畫 這個都應該是崩掉的關係 崩掉或是杯啊 洗得越洗越薄啊 或是石頭這邊 石子比較差越薄 所以看起來好細啊 好 直畫 直撇 直撇過來以後才沒有開始彎 過了以後才開始彎 然後鈉稍微下降一點 鈉是飽滿的 所以拉得很長很低 符